各位觀眾歡迎收看金融頻道 今天是2022年的11月13號 我們今天要來跟各位介紹一下 那個南非龜甲龍幼苗 然後他碰到一些問題 我們帶各位來去看一下 然後順便讓各位多點嘗試 OK就是這個樣子 走我們過去看一下 OK我們現在眼前看到的這些呢 就是我們之前育苗播種的 這個南非龜甲龍小苗 我們移出來 當時的影片的連結 我們就插到右上角給各位參考 那我們現在看到的這些龜甲龍 已經順利的都長出了葉子 當時我們育苗的10顆 龜甲龍的幼苗 那個出牙率百分之百 但是我們這樣子看過去 就只有7顆 其中有兩顆發芽之後呢 他原本有雨葉 如果你沒有看過育苗的 那個部影片 你各位往前看一下 南非龜甲龍的那個種子 長得像清風苗的種子 它有雨葉 那當時就像這個樣子 它長出葉子之後呢 那個雨葉在這個戒指上面 結果兩週前一兩週前的風很大呢 就被他吹吹吹吹吹 結果有一株苗整個被吹掉 另外一個呢 根被吹斷掉 但是苗還在上面 就是根斷掉了 所以那兩株呢 看起來大概已經一株不見 那另外一株呢 大概應該也是沒救了 當時我拿去 試著搶救看看 不過看起來是應該沒救了 因為沒有再繼續發芽發芯的跡象 你看到的我們損失的兩顆 照理說這裡應該要有看到八顆 那其中有一顆呢 在這裡 他雖然長根了 但是一直沒有葉子沒有探出來 我也覺得很神奇 像這一株 那根據我以前育苗的經驗呢 有很多種子丟下去的話呢 有些會長得特別快 像這123456 這6顆算是比較正常生長的 那這比較正常生長的人 通常都會大比較快 那像這種的這一顆呢 到現在連葉子都還沒有出的人 根據以往的種植其他植物的經驗 他就會以後會大很慢 像這個也是比較慢出葉的 那這株呢就更特別 我們換個微距鏡頭呢 帶各位來看一下這一株 好我們現在由這個角度呢 各位來看一下 這個是南非龜甲龍的這個雨葉 種子的雨葉在這裡 當時呢 有兩株的這個雨葉呢 露出了這個戒指上面 那當時風很大一直吹吹吹吹吹吹呢 結果他把那個雨葉下面的根連接的這個雨葉的部分呢 整個啊有的被吹吹走了 有的吹斷掉了 害我損失了兩顆 所以各位在養這個龜甲龍的過程中呢 要注意呢 你如果像我這樣放到天台養的話呢 你要注意你的風會不會太大 那你這個雨葉的部分呢建議呢最好把它埋下去 埋到戒指底下 避免風太大就一直晃來晃去晃來晃去的時候呢 把它給吹斷掉了 那這一株呢葉子呢會比旁邊的小了一號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來注意看看這個位置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一個小小的這個鬚鬚這裡 我現在這裡這個鬚鬚 這個這個鬚鬚呢是它最早長的一個葉子的地方 但是不曉得為什麼它最頂端的位置卻沒有出葉 給各位看一下看得到嗎 擋住了有點擋住了這樣子 它沒有出葉 它就是整個那個葉子呢 原本應該要長出這個愛心葉子的地方呢 整個沒有長出來 但是它的金還存在 原本我以為這一株呢會不會完蛋了 哇怎麼葉子連葉子都沒長出來 結果沒想到它從旁邊又再長了一個新的葉子出來 哇哇真的是 還好它有長葉子 不然我以為這株也要跟著掛掉 這一顆種子啊 網路上在台灣來買的話 你要花18塊錢的台幣 呵呵呵呵 18塊錢的台幣買的 好我們換個另外一株拍給各位看一下 好那這一株龜甲龍呢 是這裡頭的比較算是特別的一個 每一片龜甲龍呢都長了一片葉子 但是它卻長了兩片 哇這底下又長了 從旁邊又長了一片 當然我沒有長沒有養過這個龜甲龍的經驗啦 我不曉得是不是因為它會先長一片 再長第二片 因為我印象中它是一個藤蔓植物 它應該會抽一個藤起來 我原本以為它應該是會一直抽抽抽抽抽抽起來 但是為什麼 感覺好像抽了兩條 對啊兩條啊是兩條 抽了兩條葉子 那我在懷疑呢 這一支屋日後會不會到時候會長得特別的快大 所以我們在這邊剛好碰到跟各位做一個經驗分享 再來呢 我們來教各位怎麼施肥 我們先退後一點 換個場所一下 好我們現在手上呢 拿了幾個這個有機肥 那有的已經受潮發霉了 沒關係還是可以用 我呢之前呢 就是在測試說 這邊我有施肥 但是這兩個我沒有施肥 我要我要做測試看看說 施肥跟不施肥的差異性到底差多少 目前來看呢感覺呢 這這一二三四五六這六顆呢感覺 生長的感覺都是差不多差不多的 沒有很明顯的差異性 也許可能是剛施肥或剛長大 因為小苗他本身呢 他種子營養夠他長這麼大 所以呢暫時可能還看不出來 這個有施肥跟沒施肥的差異性 那這個是因為他比較慢發芽 所以我們不列入參考價值 那我們就用這一株呢 跟其他的五個做比較 那我個人呢之前施肥的時候 是在這一株苗的旁邊呢 稍微有一點距離的位置 放了一顆有機肥 因為我們在講這個東西的時候呢 有些花友就一直想要問說 育苗一些種子要怎麼施肥 所以呢我們順便呢 在施肥的過程中 跟各位講一下這些 我個人施肥的一個要點 當然各位做一個參考就好 不必太認真 因為大家每個施肥的方式都不太一樣 那首先呢 這個是有機肥 我們在使用有機肥的時候呢 上次我用放在這個位置 我們要放在這個種子過來一點點 不要太靠近根 主要是用意是為什麼 因為有些植物的根呢 它可能會很很怕這個肥份過高 然後造成了植物的根爛掉 所以我們為了避免發生這種事情 再來我們 我之前也沒養過這個龜甲龍 我不曉得它的起性 所以我怕避免這個龜甲龍的根爛掉 我們把這個肥料呢 隔一格這樣丟遠一點 不要丟太靠近 讓它的肥份呢 慢慢慢慢的緩效的往旁邊擴散擴散擴散 像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肥料呢 旁邊是不是綠綠的 就表示它的肥份已經擴散到了這個周圍 植物的根呢 它也許呢 它會往下長 那這個肥的份呢 有可能根據澆水的過程中 它會往下擴散 往戒指底下擴散 那到時候之後呢 這個植物呢 它就可以吸收著到這個肥份 那我們呢 就是將這些肥料呢 將這一顆原本放在這附近 那我們這次就放這邊 放對面 那你看這一顆 這個是貓屎 貓糞便 那動物的糞便 你也可以拿來做肥料 不過距離要稍微遠一點 你看它這個貓糞便在這邊 這麼大的範圍呢 都是它的肥料釋放的範圍 你看這裡有綠綠的地方 就是它表示說 這個貓糞的肥料已經擴散到 這個位周圍這個位置 很大 所以這個貓糞呢 你如果要使用的話呢 就必須距離這個 龜甲龍的幼苗要更遠一點 以這個距離來講的話 應該可以這裡 可以拉近到這個位置 像剛剛我們放 放有機肥的話呢 大概放在這 那你貓糞便的話 可能就要放在這 再遠一點 大概兩倍的距離 避免造成肥傷 動物的糞便 本身就會有 所謂的重金屬 那我們種的東西不是吃的 所以重金屬就不用擔心 可以正常使用 我們就是一樣 像這一顆呢 我們就塞在這裡 我主要呢是施肥 然後做比較 看看有施肥跟沒施肥的差異性 做個比較 我也很怕施肥過當 結果造成 哈哈 那個龜甲龍幼苗陣亡 昨天 有個花友還拿一個 那個龜甲龍 給我看 南非龜甲龍這麼大一顆 四瘦的 那個球根想像一下這麼大一顆 那一顆賣 看它上面的標價 是三萬八千塊 哈哈 不便宜喔 那剛好我們這邊有一顆呢 這顆我就不要動它 我不曉得它到底要不要長葉子 好奇怪 唯一一顆發了發根之後 到現在也還沒看到葉子的 在這 根據我以前養植物的經驗呢 這些植物只要越早長大 越早發展 然後呢 看起來大得最快的那一個 通常它就會大得非常非常的快 像這個呢 一直到現在還沒有長出來 葉子長不出苗的話呢 有兩個情況 一個要嘛就是啊 它再也不會發葉子 第二種呢 就是啊 它以後會長很慢 發了葉子以後也會長很慢 就長得很小顆 這是我種很多植物以來的一個經驗 那至於會不會應用在這個 南非龜甲籠的身上呢 我也不清楚 因為這個我是第一次種 那我們種的時候丟十顆種子 發芽的八顆 其中兩顆被風吹壞掉了 那剩下的八顆裡頭 這一顆雖然長根 但是就是沒長葉子 到現在還沒長葉子 真神奇 那剛好我買的這一批種子呢 哇算是發芽率是很新鮮 超級新鮮的 哇發芽率超高的 那我們今天呢就是帶各位來 分享一下我們種子這個龜甲籠 小龜龜的一個小苗的一個經驗 希望我們的龜甲龜孫呢 可以順利長大 快快長大 哈哈哈 今天我們影片就介紹到這 感謝收看 再會